好 我們回到我們的簡報這邊來 在外面這邊 您要看這個手上的那個 那個新制組的版本也可以 我給您稍微看一下這裡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平常大家比較常見的 一般電腦教室或者像我們這種演習 都會有一個DV在那裡 這樣整個拍下來的效果是不是就像這樣 可是螢幕上的 頭螢幕上的看得清楚嗎 通常看不太清楚 其實老實講大家也不是很在意清不清楚 因為錄完了就庫存 然後直接封存 有沒有哪一個演習或者演講 您會特別去再把DV調出來的 不太可能 為什麼 第一個麻煩 第二個打看大不大 所以要回去處理 其實大部分大家都不太想處理 那您覺得我們今天的錄影 打看會不會很大 會很大我就不來了 其實我們大部分 大部分差不多就是兩節課或三節課的時間 因為你不是一直在講 大部分大概講的時間 因為有些比如說你可能要同學練習或討論 那你可能就是錄一部分就可以了 所以大多數情形 我這樣的錄影下來大概是兩三百美港左右 老師有沒有發現這樣你要攜帶就比較方便 DV少說至少要怎樣 一小時至少五六區以上應該是跑不掉 因為我們DVD一片單面單層就4.7 可是那個已經是壓縮過的 已經是壓縮過的 所以這個是一般的 另外其實學校應該也會有 就是比較專業的所謂的演講教室 它會錄兩個畫面 有點像我們現在這樣 就是自己來帶一個機器 它可能一個是錄老師的畫面 一個是錄電腦螢幕 那你回去之後 一樣它會有個網址 你就可以直接上去看 不過它雖然會分段 但是這種分段方式 其實對我們學習來講 跟錄成一段沒有太大差別 因為它是固定時間的 也就是說我10分鐘自動切成一段 10分鐘切成一段 可是你看這些標題 您覺得從這些標題 可以知道這個影片講什麼內容嗎 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有沒有發現 您要找其實就很難找 因為回家就等於邊看邊找 可是真的大家 這又不是一般的綜藝節目對不對 或電影 你喜歡邊看邊找 那這樣其實實用性就相對比較低 好實用性就比較低 那麼您再往下走 像我現在的這個的話 我看一下 那我們比較常見的 比較常見的這種教學錄影方式 我先跟老師稍微介紹一下 目前主要這幾種 你用DV也好 用Webcam也好 當然我們絕對值得肯定的 就是DV的畫質一定比我們用Webcam來的好 這是OK的 但是缺點就是因為檔案大 我們處理一下也不是那麼好 除非說您有比較多的學校資源可以使用 比如說有比較多的TA 還是說有公錄生我們可以來幫忙 不然的話老師您個別要處理真的是比較累 所以我大部分都會喜歡 建議老師用Webcam 我比較不鼓勵老師 像我們現在現場是用麥克風 麥克風的話 每台電腦插下去聲音大小都不一樣 早期我都是用麥克風 可是我發現這樣很麻煩 你每一台電腦到那邊 我要先測一下 但是如果您是用Webcam很單純 插進去就好了 你的音量設定都一模一樣 這個是您可以注意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比較常見的錄影的方式 大概一般我們有所謂的全動式跟影像式 那所謂的全動式就是像我們現在錄影的方法 全都錄 管它的全部都錄起來 那相對的全都錄 一般來說檔案大一點 對不對 那什麼是影像式 比如說像我們一般教學上看簡報也好 或您現在在看我這個簡報 有沒有發現就停在那個畫面很久 可是我頂多做什麼動作 是不是講話而已 所以它在這個時候它是拍螢幕的畫面 等於說我只有一張照片 我順便再把你的聲音錄下來 然後你滑鼠在動的時候 我再模擬你 你叫你滑鼠動作 所以有另外一種叫影像式的 影像式就是這樣子 所以像Adobe有一個叫Captive 早期是大家都覺得蠻經驗的 那有一個開源軟體 就是Open Source叫Wiki 就是用這種方式來做錄影 這種方式錄影 那麼到最後其實還有一種 就是把這兩個混合在一起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在演講的時候 或者您在上課的時候 還是會需要什麼 錄影的對不對 那有一部分是屬於影像的 那這個時候呢 軟體可以自動判斷 或者您自己手動 直接控制 我今天有用拖曳的 還是有什麼就是 比較特殊的 播影片 那這個時候它就自動換成錄影 那等到您在講解畫面的時候 它就變成是拍照片的 這樣也可以 所以 比較長的是像這樣 所以呢我們這些 你可以用到什麼 像我們現在互動式的教學 螢幕的 甚至怎麼樣 我在電腦教室可不可以錄 也可以錄啊 一般教室就現場的 也可以錄下來 所以使用方式其實可以很多元 可以很多元 那您看我們這邊 這個就是我都是用Webcam的方式錄的 那剛剛其實老師也都有看到的 所以我這邊我就不點進去了 等於說像我們這個來講的話 這個今天那個欄目我有帶來 這個我們如果待會有空 威力導演之後會用 這個是拍片現場 就是拍出來的樣子 然後呢進到合成軟體之後的 可是呢我們在這裡的時候呢 我通常還會有個幕後花絮 因為同學在拍的過程 我會把它錄下來 這樣是不是就看得更清楚 當初拍的時候怎麼拍有沒有 像這樣 我往前一點 這樣了解吧 像這樣子 那麼我們回到這邊的時候呢 這個是真正從你的DV也好 或者是那個相機 有沒有這樣是直接前面的 最後我再合成 所以我們整個上課過程 是不是就看得更清楚 對不對 不會只有看到它這個最後結果 所以這個是我們可以像這樣用 另外呢之前有一位張柏惟導演 也有來我們那邊 就是那個瑤瑤參加演出 有一個景美那個法河隊那個 有得獎嘛 我們有請她到我們學校來跟同學分享 那那個部分我也是用 威伯克爾的方式錄 在這邊 看一下 有有有 這個我就有經過後製了 但是呢 因為我用威伯克爾的畫面比較小 所以聲音我就先調小一點 有沒有這個現場畫面對不對 然後呢 導演來的時候會講解一些什麼 影片的內容 可是這樣我如果直接看 是不是就看不清楚 所以我回去後製一下 他在介紹哪一片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 網路上的那個影片 我就把它抓進來 所以可以同時看到現場的一個情形 這樣也可以嘛 只是這個當然就要後製了 就沒辦法說直接錄了就OK 好 因為這樣大家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OK 好 所以我們主要的 用webcam的方式可以這樣 那麼軟體的部分 這個一般叫發中心最擔心的問題 這個老師來講了之後 學校要軟體還要花錢買 所以我們今天的 付費就不用看了 我們今天主要就跟各位介紹免費的 這兩個 主要是這兩個 一個就是我自己平常比較常在用的 上課路 我就是用這套 Debub Video Capture這一套 那另外一套呢 這個 等一下大家會用的 但是大家一定會覺得很熟悉 因為有一個OBIS老師常常用 劈開頭的 叫PowerPoint 他的畫面就跟PowerPoint差不多 所以影片剪接 用PowerPoint來做 您覺得可接受嗎 應該接受度會蠻高的 而且有中文 有中文 所以您不用太過擔心 當然我們今天還有一套威力導演的部分 就看情形 因為威力導演的話 他本身官方就有免安裝的版本 免安裝版本 好 那麼大致上我們先暫時先介紹到這邊就好了 好介紹到這邊 那 要麻煩各位您先找一下您的桌面上 有沒有我們剛剛講到的這個叫Active Preventer 好這一套 那麼這一套呢 如果您今天沒有帶USB 也沒關係 因為我幫大家準備在我們OneNote的右手邊 有沒有發現OneNote右手邊有沒有叫檔案 在這裡 您打開之後呢 你會發現12345 哇怎麼那麼多個有沒有 其實這個三角形打開還有更多其他的 但是呢 我先跟您說明一下 這裡有幾個版本 一個因為這樣比較看不出來 就是這裡有一個2.0的版本 一個是3.0的版本 好 然後我們Active Preventer 各位桌面上應該是 那個免安裝的版本 解壓桌之後就可以用了 如果說您是想要安裝的 下面這個是安裝版 另外如果您是Mac的 這兩套軟體都有Mac版 因為有些人可能是用蘋果的 蘋果咬一口的那個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邊下載 這樣OK嗎 可以齁 所以您先確認一下 來我把畫面還給您